新店警分局日前接获报案 在新店安一路有民众开车自撞 而就在警方抵达现场时 发现一名诚信男子趴坐在路旁 脸上露出了痛苦神情 盘查之后确认是肇事驾驶 但也在此时闻到了浓浓的Ketamine味道 所以就转往查探肇事的车辆 竟发现车内居然有枪弹和毒品 警方到场发现驾驶趴坐在路旁 随即通知119送医救治 警方预确认车内有无其他受困民众 目视车内驾驶座发现子弹一发 随即附带搜索 起出手枪三支子弹101发 Ketamine一包残渣袋一包 新店警分局表示 从城南所驾驶的车内 起出了手枪三把弹架五个子弹101颗 以及Ketamine一包残渣袋一个 怀疑城南有毒架嫌疑 但他失口否认 警方后续鉴定发现有两把枪支具有杀伤力 全案讯后依枪炮弹药管理处罚条例 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记者陈晓丹采访报道